96 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指着脚 定力尊敬者 是无上之吉祥 住在河深处 往昔曾行山 情有心正宝 是无上之吉祥 剥削记忆情 山手筑戒律 难言 千山边 树上之吉祥 仰情爱情啊 谋生不少人 曾是真知也 是无上之吉祥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可,小行山中 天开神秀,地藏垂基,素以奇秀文明的九华山,古叉林立,香烟扭绕, 他的灵秀幽静在中国佛教名山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里的诵经声,佛号声,昼夜不歇,不愧称为莲花佛国。 千里迢迢地来到九华山,金色大手印的标志是大院文化园的入口。 大院文化园依山而建,层层敌尽,从银杏树夹道林立的菩提大道走入, 边走边仰望着近在咫尺的大院佛。 他在巨大汉白玉石铺地的莲花广场上, 亦步亦去地迎向地藏王的露天大铜像。 接种踏上地藏武通桥, 暗示着我们霍武通出入三界,就可以离苦得乐。 金光闪耀,光射四方,九十九米高的地藏王菩萨铜像, 气势辉弘,高耸促立在云天之中,守护着这方净土。 他拿地狱为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誓言, 千百年来,以不可思议的功德成就着广大的众生。 这尊世界第一高大院佛,代表着爱护众生, 圆众生院的宏愿指标。 在海涛法师,尊尊的教研引领大家击守佛族, 幼绕三扎,积累资粮,颤除业障, 共同承担着佛菩萨的重责大任。 以无量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享,成就善悦。 我们要第一个要虔诚忏悔, 所以也代替众生忏悔,来。 往昔所造诸二业,皆有无事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经对佛前求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业,皆有无事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业,皆有无事贪嗔痴, 重生于义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 大家真实发愿,四红四愿, 为报恩地上王菩萨,就像做儿女的, 让父母放心,父母会照顾自己, 我会把事业做好, 不然父母没把我瞑目的, 所以要真实发愿,精进修行, 来,一起念。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早成佛道, 愿早成佛道, 普度众生, 皆得成佛, 再来,更加回向我们的父母, 七世父母,地上菩萨要我们孝顺, 所以累劫父母,一切众生, 愿他们皆能够离苦往生净土, 一起念,来,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故无身, 不退菩萨为斑鱼, 更要把我们所有的功德, 供养这一项地藏菩萨像, 再来,愿意所修诸功德, 愿意所修诸功德, 七节供养地藏菩萨尊, 七节供养地藏菩萨尊, 愿佛圣法普昌隆, 愿佛圣法普昌隆, 善业回向朱众生, 善业回向朱众生, 愿亲尽书恩仇等, 愿亲尽书恩仇等, 游离四苦三毒害, 解脱生死轮回海, 解脱生死轮回海, 同胜佛国不退转, 同胜佛国不退转, 那么大愿地藏菩萨摩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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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愿地藏菩萨摩和沙, 阿弥陀佛 与大愿佛连成仪器的设计, 是世界最大的汉白玉莲花, 有如佛国莲花白净无瑕, 称为净土莲花, 接引着莲台上的现代佛, 世界最大的佛光池也在此地, 直径九十九米, 阳光照耀下犹如黄金之水, 金亮无比, 水中有大愿佛导引, 称为未来佛, 在这世界最大的巨型琉璃壁画上, 还有一面过去佛, 原来只要我们三世都有佛, 极乐世界的美好总会在身边, 接引我们。 八宫得水 广场定时有佛月漫天响起, 六朵莲花便缓缓开放, 飞天天女也从地下升起, 喷泉涌现, 佛香萦绕, 超凡入圣。 神兽地听恐怕也不忍离去, 佛国境界的庄严美妙, 油然现前, 这种充满灵性又宁静的归宿, 该是每个念佛人所向往的。 大院文化园约一千五百亩之阔, 原车带步轻松许多, 车轮下的寸土建设都是文化、 自然与艺术的精心设计, 接迎有幸前来临山仪会, 一同看和见佛, 学发地藏本愿。 为什么地藏菩萨要做九十九女? 为什么这边有九十九个山峰? 为什么叫九瓦山? 我刚刚中就想通了, 地藏王菩萨, 他的意思是长长久久不离开众生, 永恒地一直到所有众生都成佛了, 他才成佛, 他有这个愿力, 所以他活到九十九岁, 那帮助众生做好的方法是什么? 为什么要九瓦山? 变成九品棉花, 往生净土, 所以一定要我们的, 刚刚我们果尖大法师说了, 为什么要果尖, 我也在想它很坚定, 要让大家成佛的果不退转, 所以我想, 我们贵心法师会突然召他过来, 选对人的, 这个地方需要果尖法师的愿力, 随和, 善巧方便, 让九瓦山文化研能够有更多的人来, 为什么? 看一下, 见机解脱, 见机解脱, 看到这身九十九米的地藏王菩萨, 就能够永远脱离上二道, 往生求品莲花, 当然, 佛教里面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为什么要做着狗呢? 全世界的动物, 哪一种动物最忠实啊? 狗, 忠实于所有众生, 你杀人化火, 这只狗还是会渡你, 所以我想, 每一种佛菩萨都有一个动物做代表, 就像无数菩萨, 用狮子, 各位, 智慧要像狮子一样, 呵斥自己, 不要生气了, 不要执着了, 而要如正一样的断烦恼, 但是世界呢, 还要如大恨普贤菩萨, 像像一样的, 忍辱负重, 不退转, 但是对于愿, 还要像狗一样的忠实, 为什么? 因为, 刚刚我们国家法师说了, 释迦孟丽佛, 设身入涅槃, 一直到将来, 弥有佛, 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交给谁了? 地藏菩萨, 所以他必须长长久久的, 狗的守护着, 所有的众生, 守护着这个愿, 我想, 徐佛,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宗教, 它是一种人格发展, 所以在这边, 要非常感恩, 我们由仁德大和尚愿, 慧信法师的努力, 今天果经法师的实践, 能够让这个地藏园区, 弘扬于世界, 这是慈悲, 因为叫尽急解脱, 各位刚刚叫念急解脱, 脱离上而到, 红院堂近身也是九十九米, 内部展示着完整的地藏文化世界, 古物, 木雕和石雕艺术品, 把地藏王菩萨的气势表现得十分雅致, 像是一座大型宗教艺术殿堂, 吸引着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